字幕後 字幕後 像遇到這種事情 譬如說我們要賣的時候 我說可以啊 總統府前面那個停車站住 那個以後給你停 沒問題 有啊 現在那個內湖 有一個啊 就那個美國再來協會 那邊現在賣房子都做什麼 你知道嗎 以後你們家都不用請警衛了 對… 房價一定低高 內湖一個 一坪現在賣120萬起跳 對 我說哇塞 台灣的這個停車位的 相關法規太複雜 你知道嗎 對 沒有錯 有的是獎勵停車位 有的是屬於附屬停車位 還有偷挖的最多 對啊 所以到底有沒有產權沒有產權 然後呢 可不可以分割賣出 然後呢 可不可以賣給外人 對 可不可以賣給社區以外的人 這些都要問清楚 而且都要搞清楚 因為有些車位 它不能賣給社區以外的人 對對對 屬於整個大樓共管的 所以你剛剛講的那個情況 是屬於整個大樓共管的話 你還不能賣給社區以外的人 對 那這些呢 其實你就要很細心去發掘 對 要小心千萬不要被利多引誘 對 其實那時候你如果發現 真的有很好很多的利多的話 又賣得那麼便宜 你只要想一句 想一個 老師也終於眷顧你了 對啊 其實你真的好好想一下 你就會覺得 因為真正好賺的 防重自己買走了 對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三點 是 預售屋大批貨完工後房價漲再拋售 對 遣銷 什麼叫遣銷 就是我整個社區可能這次要賣360戶 那我就先拿一個兩層還是一層 賣給我原先的一些 跟我合作很久的投資客 比如像你老公 不錯 我們合作很久了 那本來我 下個月我要推出24萬 那我現在就20萬買給 我們就有幾個 就是那種國慶大典才會來的那種 國寶級的藝人 那這些國寶級的藝人 他很少回來台灣 但是又看好台灣房產 對 因為跟國外比真的太便宜了 那他們剛好 建商是他們的粉絲 那建商就覺得說 如果我花了幾千萬代言 那我不如這幾個明星來買我的房子 我省下很多錢 省下廣告費 對 那時候在台中七期 七期都開差不多五十幾萬塊六十 那我們就我們有五個 我們有五個在房地產 大家都覺得說 還可以做廣告的這些明星 我們就去 那他幾乎是打我們 六折 哇 三十萬 六折 一瓶打到六折 一瓶少二十很多耶 對 我記得我們裡面最大的 大姐姐 她一樓的店面 她就看看圖 她就說 我 一樓 然後我們就買 全部頂樓我們買 然後我是買露台的 有露台的 那那個最大的姐姐她是買店面 一樓 但有錢人買房子是這樣 那我們一般小市民沒有辦法跟著買 因為他們能夠承受風險的壓力比較大 那小市民買了一間兩間已經受不了了 所以壓力比較小 像這個案子在新莊非常的明顯 我們講說 不只是他一期兩期三期四期五期六期加價之外 就是你如果那時候進去買呢 現在新莊很可憐 就是已經有轉售戶 受不了壓力 因為賣不掉嘛 所以他就根本是拋價 其實你在房仲看得到四字頭都看得到 預售屋還沒到成屋 現在 現在 那建商賣多少呢 六十幾 七十幾 所以呢搞得建商也不敢推了 然後那些買進去的人呢 因為他本來想賺一下 比如說他四十萬買 他想四十五萬賣 結果賣不掉 對 眼看房子就要交屋了 那開始以 對 而且剛好之後 對 還有一個問題喔 就是你剛好之後發現我前面都沒有景觀 因為全部被擋光光了 之前講的綠具都不見了 所以綜合以上所述他開始怕了 等他交屋之後呢 還有兩年的奢侈稅 對 所以如果你想要跟著團購 除非你要自己住 或者是你很有 很有底啦 資金很多 你能夠壓個幾年沒有關係 像蠢層這樣子 能夠壓很多年 對 沒用怕 可是如果一般小心 千萬不要學 因為我們要打警語了 對 如果他現在要虧錢賣 我可以買嗎 可以啊 因為他要虧錢賣 只是說那個屋況你就要小心 因為前幾期喔 他的那個地點都不會太好 對 不是後面就是邊邊 前面的公園都是假的 什麼捷運站 什麼蛙溝 其實都是非常的遙遠的事情 現在我們就要帶觀眾朋友 來破解他們A錢的招數 來看看 手法第一個 合約型 假自住 假租約 如果我這一棟房子 我現在樓下這一棟房子 理論上來講是一千萬 對 那一千萬以目前來講 我一個月可能就租給人家兩萬五 合理嘛 兩萬五一年就是十個月嘛 兩個月繳稅就二十五萬 二十五萬一千萬的話 那你的投包率是2.5% 對 這是合理 但是我就請 金蓮姆我們好朋友 你來開個咖啡廳 好啊 好 那我們就打個租約收五萬 喔 加倍喔 假的你不要怕我真的收你五萬 對不對 那我們來賣給所有 而且簽應該是簽記哥哥 不是簽記妹妹 我們就簽兩年 簽兩年 那你來開咖啡廳 那我就賣一千五百萬給他 是 那一千五百萬五萬嘛 五萬就一年五十萬啊 五十萬你租以一千五百萬 投包率不錯 不錯耶 五%啦 而且咖啡廳感覺很有質感 對 我學起來了 十位就買了嘛對不對 十個 十位就買了嘛對不對 十個 十個 還有一種加紙板 就是他真的器具都來了 對啊 就說我們即將開 而且那器具是租的 反正給你看一眼 對 連什麼都有 連那個觀眾都有 大家都在賺錢 搞不好還有看幕剪彩喔 人潮鼎會 真的 三豬辣都賺何開了 跑了以後頂多怎樣 我轉給他 然後你頂多有三個月的押金嘛 五萬就十五萬而已嘛 對 十五萬給他而已嘛 又怎樣 就走了 所以就知道了 對不對 其實在大安區有一批人 他專門做夜店在騙人的 什麼意思怎麼騙 什麼叫夜店 我告訴你就是他把夜店 裝潢得非常的漂亮 可是夜店晚上都黑黑的 對 所以他只要有很漂亮的水晶燈 那其實他的裝潢 裝潢得很普通 然後他很習慣叫演藝明星去 然後我們名人去都不用錢 然後他特別要賣房子的時候 比如說他今天有一個 有一個這個睡衣派對 他就約我們所有的明星去 然後他就叫仲介找買主來看 說你看我們這些都是明星 而且生意很好 對 然後他只要一賣掉大概三個月 他所有的水晶燈 所有的漂亮的東西 他就都拆走 他曾經這個還被人家告詐欺 那現在因為有奢侈稅嘛 那很多投資客坦白講 他可能手上案件如果一百多戶的話 他撐不過兩年 那這個時候是買房子的好時機嗎 以目前這個時間點的確是買方市場 這個時間點不是賣方市場 那買方市場的話 那你就比較有條件去跟他談判 有那個斷頭戶 對因為我這樣講 在奢侈稅還沒有實施之前 那尤其是這個2007年以前那段時間 講真的你不太要需要去跟這個對方談房價 對 因為這完全賣方市場嗎 因為他們 判不到嘛 完全判不到 這個房子要買的人一大堆嘛 所以他們姿態都很高啊 我開的價錢你不要那算啊 我就找別人啊 這個那個時候是真的完全賣方市場 可是這兩年差很多 前一陣子跟一個在台北市做的房仲 也做蠻大的 他自己有很多家連鎖店 他跟我講說那個什麼發的嗎 沒有沒有沒有不要亂猜不要亂猜 他跟我講說奢侈稅 奢侈稅錢跟奢侈稅他的業績剩三分之一 超多耶 所以說你像他掉到剩三分之一 那基本上投資客本身來講也完全停滯嘛 那手上積壓了很多量的這種投資 他的確會有套現的壓力 是可是 其實你要找到這種房子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砍下去 如果他真的願意賠錢賣的話 那當然你可以買到便宜的房子 可是因為政府一直在說打房打房 然後奢侈稅上路之後啊 其實就我們看房的經驗房價並沒有掉耶 但是成交量說很多 沒有掉 有成交量說 可是我覺得奢侈稅反而是讓房價再上去一波 而且我覺得長得很誇張 我們去看房子啊 就很簡單 比如說我們大概這個 我們家那附近的房子 大概行情呢 就大概差不多四五十萬五六十萬 我們買的時候 可是因為一個奢侈稅馬上就有人來跟我們講講說 跟你講你們家真的可以賣七十萬 為什麼 他說因為你們家沒有奢侈稅的壓力嘛 對不對 你們沒有奢侈稅的壓力嘛 你現在賣掉是好時機 因為你就跟人家講說 你要這個奢侈稅 因為大家都會把那個錢加上去啊 隔壁的因為他兩年之內他還要趕快賣 如果不是其實在脫手的投資客的話 所以大家就變成說 欸好像我現在也是一個賣房子 我也可以來賣賣看 那反正他要加 可能要加個一百萬到兩百萬上去 那我也加一百萬兩百萬 那看人家不要買 所以整個房價就因為這樣反而還 其實這兩年喔 租房子變 就是如果你有房子要出租的 房東現在變得很痛苦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 租客變少 然後第二個呢 就是房租你提不高 其實這幾年物價漲很多對不對 你去問很多在租房子有沒有提高租金的 沒有喔 租金還反正減下來 你知道為什麼嗎 就剛剛仁浦所講的 現在要租的房子一大堆啊 那能租房子的人也有限 沒辦法脫手的都變轉租 對 因為奢侈稅打下去兩年嘛 15%對不對 那這些投資客 他們就原本要賣的房子 他就去轉做租了 那問題是因為他持有房屋的成本低 我們持有成本 那個利息才2%嘛 那另外房屋稅 低價稅那一年才幾千塊嘛 那他為什麼要去賠那15% 我撐兩年過後 我就是一條活龍嘛 所以他這兩年他就招租嘛 就招租搞得什麼樣子 你知道嗎 要租的房子一大堆 那要租房子的人還是這麼多 所以供給需求不平衡 所以房租一直跌你知道嗎 台北市現在的房租啊 大概2%的投報率 已經算是很好了 你知道嗎 其他地方像東京啊 很多地方 他的投報率都是8%的 所以台灣的這個租房子的人 是很幸福的 因為只有2%的這個租金的壓力 其實在放延整個亞洲城市裡面 真的是非常低的 而且你知道我最近啊 有一個好朋友 他一直鼓勵我說 你趕快把你的房子賣掉 叫你去租房子 而且你想租哪就租哪 而且他還附贈服務喔 他說要幫我們找房子 他說你只要告訴我你的需求 我去幫你找 也不知道他終點有沒有賺籌用 這是你有啊 有違建屋 專家有絕招 屬哥大概住2萬人口 就在這條叫金山街 對 上面那個 全部都是違建 你現在目前看到的 都是違建 為什麼 很動嗎 全部都是違建 所以我們的那個 年輕人的生命安全 都在這裡 違建唯一能夠做的就是 我們講說 好 好